君墨与本座一战 来战 他是浩天道门真正的天才弟子 也是西陵神殿史上最年轻的裁决大神官 此刻青霞山一战 他将用他的骄傲去征服书院最可怕的对手 剑身出鞘 树道红色滩流凝结周身 欲见浩天心灰洞穿天地 以光明神术发出剑痕 剑痕数千直戏二先生面门 君墨抬手之间 一剑换万法 万剑又归一 剑光交错间 如似璀璨星光 将本是阴暗的青霞山谷照的明亮 所谓繁龙 极为困术 众人心中不解 叶红渝名唤道师 对战斗的渴望超越所有 为何此时会使出这一道防御神术 叶红渝今日出战 根本就没想着求生 以求败的西翼谋求先机 即便是二先生 也不得不被这万道剑 往囚禁拼口 剑圣柳白一语道破 两军交锋 瞬息万变 刹那成光 这西陵骑兵 便有信心踏平整座山脉 眼看西陵迁气冲锋 北宫与西门一跃阵前 一道情音飘渺 一道销声名笑 如见似水 拦住敌军千万 可叶红渝怎会放任两人造次 仅是道秀一辉 便将这九先生和十先生震飞 其余师兄弟本想帮君墨破开樊龙 却被其中蕴含大道威压直接掀翻 眼看如此下去 众人性命不保 君墨哪里还敢怠慢 全身散发强大杀意 只见其用身躯抵挡炙热剑芒 饶氏战甲已通红 也拦不住其灵力杀招 只听闻砰的一声 这凡龙进阶破绝 这高冠男子浑身通红 如似一尊艳言战神灵凡 尽管招式平凡 可这巨剑挥斩 每一道剑骑士出 似乎都能将这空间撕裂 饶氏夜红渝见此 亦是不敢相拼 眨眼之间 已是无数骑兵倒地 这首轮的冲锋 骄傲属于大唐书院 夜红渝输了吗 柳白早已看出 君墨方才破开凡龙 定是消耗了极强念力 而极其擅长战斗的道吃 自是想明了此间要害 故意而为之 果然 一道令旗事下 这发起冲冲的西林骑兵 竟比方才多了数倍 可眼下书院 众人皆是身负重伤 饶氏君墨 此刻也不敢轻视 毕竟那马车之中 剑圣柳白一直还未出手 眼看大军临近 树苑众人相视一笑 心中介意想着慷慨 拿响老九手中的秦忽然脱手 只见是一棉袄书生来到清霞 千军万马又如何 只见其双手抚于古秦之上 秦贤轻颤 一声嗡鸣 战场中哪里还有私生冲杀的呐喊 只有那无尽的哀嚎 在山谷间回荡 转眼间 又恢复死一般的寂静 就看李漫漫将古秦放于地面 又忽然闪现至西陵大军丛中 一掌挥出 直接掀翻了这领将罗克底 继而朝着夜红鱼的神脸 简单一棍挥下 无数天地元气如四飓风般喷射而出 这神脸被直接沦为废墟 李漫漫不敢停留 转身来到柳白车前 李漫漫说罢便闪身离去 毕竟在他的身后 还有一个远超于他的实力强者 背景冠主 只手冠主陈某被李漫漫拖着 看着众人久攻不下清霞 本想出手 可忽然心中一丝不安 只好对着君墨等人随手一挥 只见空中忽然凝聚万剑 随后便闪身离去 可饶是只有一剑 作为夫子登天之后 当时最强王者 这一剑 已不是这书院众人能解 若不是四先生的河山盘 乃算失道传说密道 书院恐怕再也无力一战 君墨此刻意识担忧 若想解开此局 恐怕唯有将冠主击杀 可如今 夫子登天 又有谁能有这般实力 眼下只能共同帮四先生 撑住河山盘 或带到宁缺修复精神阵 方能有一线生机 而方才冠主快速离去 只因察觉到了 李漫漫来到知首冠 这冠中奇珍一宝无数 更有六卷浩天天书 也能被李漫漫回去 你要清楚这里不是书院后山 而是知首冠 你冒险来此 你自投罗网的雀鸟有什么区别 此阵可以阻止无惧 你应该清除它的厉害之术